今天直播的社團是在CRV 那CRV的各位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早上呢 我們來分享的是CRV的四代要安裝KT的避震器 那因為板上昨天還是早上呢 剛好有車友是在詢問避震器的 那剛好今天有車友來安裝KT 所以我們就開直播 然後跟車友們一起分享 CRV四代 這台是2.4 然後是二輪驅動 那安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剛好有安裝 所以我們就開直播來跟車友們一起分享 那如果是線上的車友 有看到一樣的車款 因為這個板上大部分都是CRV的車友 所以如果有剛好看到是一樣的車 或者是對避震器呢 哪一個部分呢 有疑問很歡迎 再立刻發問 那我們會把鏡頭呢 帶到車友們想要看的地方 我們先來介紹這台車 這個是算是CRV的四代 那這個是2.4升的 前面的懸吊系統算是賣花城的懸吊 後面算是一個多連桿 前面的話我們有附上座 這個它的維修 上部的維修孔 是這個試蓋呢把它打開 從這個地方掀開之後 它的上座12345 它的上座呢有五顆螺絲 所以上座的話 KT有附上座 那不用再沿用原廠的上座 三代還有四代呢 它的上座的結構都是一樣的 調整方式也都相同 哈囉明傑你好 明傑也是CRV的車友耶 這一台是四代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前面的避震器的部分 前面的話 我們畢竟這台車 還是以休旅車的舒適度為最基本的考量 所以我們在前面的彈簧配置呢 其實配的蠻輕的 但是長度也有特別把它拉長 長度的話是配到220長 公斤數是6公斤 為了讓它能夠作動的幅度呢 能夠大一點點舒適一點點 所以我們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其實配的算輕 那行程也刻意拉長 最主要的目的性 就是讓這台車的前面 能夠乘坐起來 比較有休旅車需要的舒適感 那前面的話 本來的車高 因為車主本來就已經改裝避震器 所以我們會維持它原來的車高 前面跟後面大概都是三指幅左右 那KT的話 當然是靠統身可調 因為現在要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 比較低線的避震器應該比較少了 所以這個算是統身可調 調整車高的方式呢 這個地方都不動 因為這個地方 彈簧上下方的這兩個托盤 在出場的時候 KT就已經說設定好了 所以唯一要調整的地方 側高呢 就是從這個地方 把這個銀色的齒輪狀托盤 把它懸鬆 腳管往下延伸的話 它的層體長度變長 那側高就變高了 所以它能夠調整 長度側高的範圍呢 前面的話比較長一點 那後面的話會比較少 至於後面比較少的原因 等一下把鏡頭帶到後面的時候 再跟大家做解說 這個是ABS感應線 這個四代的會有兩個扣距的點 這個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離載串的話 不用再花錢換短的 或者是換強化的 KT的四代三代的 它的避震器的鎖點 我們大概兩年前就已經有稍微改版過了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它的鎖點相對的位置 還有方向的話 都跟原廠是一樣的 所以就直接流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這台車的里程數應該有超過10萬 可是我們拆的時候的離載串的品項 還有作動都沒有異常 所以就直接在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個油管 這個是煞車的油管 油管的固定架位置 那在它的仰角固定孔的部分呢 上孔的話刻意會做一個橢圓孔 讓它可以做Camper的微幅的調整 因為上座的話 這台車是配置的強化上座 所以它的上座是沒有辦法做Camper調整的 所以這台車呢 是在這個地方 會稍微做一個橢圓孔 能夠讓Camper的角度 大概微調一度到一度半左右 它可以微幅調整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KT所選用的主名有 是使用意大利一城口進口的IP主名有 至於油封的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那上座的話 這個上座裡面會有一顆指推軸層 這個軸層的話 攸關到它使用的壽命 跟轉向的輕盈度 裡面的軸層的話 KT所選用的軸層就是 也是日本的 日本的軸層的最大廠頭右的 好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還沒有安裝好耶 像這邊的話會有幾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這一台車呢是CRV的四代 然後它本來的後面的話 本來前面就有附那個HID 那HID的話就會有一個感應掉架 這個是車身水平的感應掉架位置 所以後方的話呢 在改裝避電器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有沒有這個固定位置 這個是仰角調整器 車主的話因為它本來就已經有改好 仰角調整器了 如果CRV的三代四代 因為它後面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如果說車主有要降幅 比原來的車高幅度比較大的話 其實都會減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三角幾何 後輪的輪胎一旦降低之後 它的Camper角度會變得幅度比較多 所以在原廠只能調豎腳的前提之下 就會建議呢 車友改加裝這個仰角調整器 它仰角調整器 是靠這個相對的長短度 來改變後輪Camper的角度 讓它比較不容易會吃輪胎的內側 這個都是沒有花很多的費用 可是會讓輪胎的壽命比較去正常的磨耗 這個都是很棒的改裝品 所以如果CRV的車友的話呢 有要改避震器 這個都是會建議要加裝的一些零件 那這個是車主 剛好應該使用一段時間了 所以要拆下來做升級 那另外一邊的話 我們正在安裝當中 左後還在安裝當中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左後的部分 它的上座的話呢 可以聽後面的CRV四代 還有三代的話 是要沿用 需要沿用原廠的後上座 那後面的彈簧配置 我們是配置了200長 然後公斤數的話是12公斤 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車高的調整呢 調整是跟前面一樣 是靠筒身下方的腳管相對的位置呢 來改變車高 那如果是五代的話就不同了 CRV五代的話後面是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 那調整車高的機構是在彈簧上下方的一個 Hilo key 是在彈簧上下方 跟像這樣的懸吊系統的調整方式是不同的 那我們CRV五代KT也都有做囉 可以到Youtube上面搜尋看看有沒有直播的影片 這個剩下後面還在安裝當中 那如果線上有CRV的車友 有疑問有問題的話請不用客氣 立刻詢問我們會把鏡頭呢 帶到車友們想要看的地方 OK那今天的CRV四代2.4 二輪傳動的版本的直播影片分享就到這裡 那如果CRV的車友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對KT的產品有任何的疑問 請不用客氣 請到我們KT Racing的FB的粉絲團呢 直訊我們小編 要價格也好或者是配置 或者是不同的版本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 掰掰